杨清风67岁 退休金2400元 婚姻状况丧偶 住房面积68平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一个孩子 和基林 我老婆二生 我是丧老师 基林五年了 后来我家这个房子 我是有出去费 一月2400块钱现在 姑娘小了 我是一本人的 和基林社会局上班 丧老师也是 我家都没二十多年 这是新的 那时候才36 我34 我家就是那时候养股 和画家人住那时候 画家 我知道画家人 离这没多远 到半夜前时间多就行了 十年多 就几分钟 半夜行 什么呢 上天是不是 见到她了 哎呦妈呀 这不想提那事 不想提那事 不好说 不好说 没打不知道 红脸都没红 你不打个仗 不知道啥叫打个仗 现在他们离婚 我都不理解 咋是 要为啥就是离婚这样 就是他咋条件好 我也不能给 不是咋好条件 我也不知道 咋不理解 就真是 你说你咋能达到离婚 那个程度 咱也不能 所以说就不能找到 那时候没找到 二十五年还小 小一个 孩子在等会儿去完 你说你分的车 和没回来呢 等孩子大了 就是一年一年 婚一年一年 婚老了 丧偶之后的刘大姐 为了孩子 没有再找过 这些年 自己到处打工 那吃过的苦 别提有多多了 就是反正和打工 成孙的 那个成孙 就是车站温州城 那个商场 打扫尾声 给那脚高 那钉子扎的 都透了过来嘛 完了你也不愿意请假 一保钉一些 一个人 钉着一个人 根本就不行 你就不高 一个脚蹦 你都得干 说话也行 就是过热 吃也行 听咱们刘大姐 这么一说呀 杨大哥也觉着 刘大姐 确实是个实在人 想着让刘大姐 也再多了解一下自己 我这人吧 没有啥呢 就像你那个 什么港八将 抽不完 喝酒就行 没有爱好 没有爱好 啥爱好 唱歌跳舞 啥的舞 我就是 那干啥就走过 就走过 天天没人说完忘了 就是刘大 姐平时有啥爱好啊 我也没有啥大爱好 反正就是 哪个时候就走呗 就说完了 要是有个扭大样子就跟扭扭 不爱扭就扭 不愿扭就不扭 因为啥 它扭它不有时间限制吗 你倒点就去 自己走路 那有个扭 那有个扭 我是可耐的地方早点天 我个家走那儿 还钻软软就回来了 哥和姐平时去着这个一个地方 平时搬鱼 没有没有 哪有这么大 我天天搁扭 那个扭 肯定看着 你看看 这俩人平时都在农安的 聊塔溜弯 却从未见过对方 要不是这次的红娘签下啊 俩人还不知道 啥时候能见面呢 我家我是有个小园子 能栽柿子 豆角 有哪儿栽呀 前面小园子我一楼 一楼前面有个小园子 自己放的 94年我就长下来了 一直这么现在 我嘞 吃菜整个人 吃菜我嘞到其他 其他人基本不买啥 什么豆角 黄瓜 柿子 基本不用买 你先辣椒和茄子 那两个早上起来 你就栽几个 回来吃的挺好的 这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那种生活 喜欢田园生活 你也喜欢田园生活 我就愿意就是 种个菜的 整个啥的 有意思 农村人出来的 我那个 我这是上没找住 楼都住够了 我这心思上农村买房 啥意思 真的 我妈呆憋子 那时候买房 那时候今晚人能回来 没行这个 南方定居 完了人家不回 给我买这楼啊 要知他不回 我哪能买这牌 一家 不说梦的农民 我们都是 我也没有公司 还没有公司 我跟你说 我就2400多个强 三姐虽然现在没有 母丹子捡的耳 耳的特效 每个月都可以加 我还捡 三年了 啥米饭 还不想干的 就打倒了 对于退休金的问题呀 杨大哥这边 泛起了嘀咕 以后过日子这方面 这钱到底够不够花 怎么花 不过刘大杰也表示了 真等以后找到了 合适的另一半啊 孩子这边也不成问题 所以杨大哥呀 咱们这不还得接着唠唠吗 照顾老伴多年的杨大哥 养成了慢性子 对于刘大姐这样的急性子来说呀 杨大哥觉得有些接受不了 而刘大姐最后也表示了 对杨大哥的演员问题呀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于是两个人决定 以后就做个朋友联系吧 赶紧了 cooperate刘大姐 李小姐 他在ト queremos 我说这篇时间 她呗的担心 就这样 我继续就要打了 我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给你们 我roller了 我还给她 是真正的 你很快 是真正的 我优秘负责 真正正的 我得见 我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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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于是洪江决定带着李大姐来到农安 与性格随和会照顾人的杨大哥见一见 看看俩人能否聊到一起 除了这么早 杨栋梁 简单的杨栋梁 杨栋梁